大家好 今天是3月17號 今天還要出這個嚴正聲明 因為有人又是這樣冒認 還有一個冒認就是我介紹的股票拿來講 時之中很多人會以為還不是真的 然後又會以百萬回報百萬 說你用一百萬本就可以賺一百萬 你給他一百萬的話 他就真的賺了你一百萬 你自己一百萬怎麼去找就不知道了 所以如有華而請致電警方方便宜而選 一百二二二 好 今天 哇 兩面江山 勢軍力敵 汽車升跌 電訊服務升跌 昨天這個差跌的 銀行又跌跌 再跟著昨天銀行在這裏就好似 石油天然氣又跌跌 軟件服務又跌跌 其他又是這樣 不三不四 在恆生指數 在周線圖上 這個禮拜上都是橫行的 沒有怎樣上上下下 維持在這裏 看這個樣子 都似乎想打橫一下 以時間來消磨這個跌幅 跌幅的始終就是碰到保力通道的宗族 或者穿軌埋去 在這裏 日線圖上面也是一樣 是橫行 我這個呢 就是短期阻力 短期支持 等了整個禮拜都是這樣 就是這樣做什麽呢 觀望 除非你炒好短線很短線 打橫行 一致平坚 一致平坚 出現是什麽呢 所有動力指標呢 的 volatility 將會拉到長曬的 拉到長曬之後呢 你會找得到 你不是很覺得 你不是很覺得 是會有什麽東西的波幅在這裏 真的沒有什麽波幅呢 是會害死人的 就叫做不腥不腥 就將會嚇你一驚 我會覺得 嚇你一驚那個 不是爆上 一定是爆下 因爲上去的話 大把蟹貨嘛 是什麽 抖抖抖 就會抖住你的 那去到這裏的話 要怎麽樣呢 我估計可能來到這裏 都是真的要等到 以前我所說的 是可能就是說 一月升 二月會跌 三月會跌 跌到三月中 二至三月底 那似乎可能真正要去到三月底 三月底之後呢 那麽就看一看啦 那麽很多東西都會變化了的 那麽例如 那麽現在又這個 中美又在阿拉斯加那裏開會嘛 那麽大家究竟是 就是桌面上面就是 就是撐著就是和平 下面來踢腳呢 不知道 那麽你呢 真的要看看 那麽就算美股方面都好 升升跌跌 那麽之後之後那個息率的話 很多人就說 哎呀 升啊 就是十年債息是升啊 因爲不升啊 那麽不用想啦 你出這麽多樣東西 一定會是 通常會升的 其中的升的最多一定是什麽呢 美股 因爲什麽呢 但是就是估計著 這裏這些這樣的是 那些美國人呢 拿了這些這些錢之後呢 有三成人呢 是將這些錢拿去買股票的 所以呢 在這裏 美股一定會升 那升完那些錢之後 將會怎麽樣呢 不知道 很多都認為呢 就會跌到一隻狗那樣的 開始小心 小心 小心 有朋友問中手柔 中手柔呢 現在這裏呢 就去到這些位置差不多了 都是這些這樣的大致上 2.75元左右 就是2.75元左右 就好像看到底 這個是周線圖來的 那日線圖上面 就是2.75元左右 這裏看到底 那次現在來到這裏呢 就是希望它會突破這裏上去 那如果不是的話呢 就會咬下來 那這個呢 就是看到了 希望它會突破啦 突破上去呢 就這樣 我覺得它可能會突破上去的 所以有課的朋友 你可以暫時叉叉 看一看 你是不是這個 就是繼續上去 如果沒有課的話 你想炒算 短炒都可以 但是呢 就 範圍是很窄的 有朋友問這個799IGG 那IGG的時候 那升了很多的 升了很多 因為息率就說有10厘 升了很多 現在這個升了之後是回調 回調之後呢 我又覺得它可能 似乎樣子 是未曾會升完的 這裏升了很多 之後就跌下來 在這裏打滑走 那接著之後呢 就回調之後呢 接著可能呢 會升穿了這裏 就可以去了 那它暫時 這個10元0.22元 大約呢 這個是中軸那裏呢 就是11.3元左右 那我就認為可以考慮 11元左右 10元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高位 這天的高位 就是這天的高位 如果升穿這個11元的話呢 即是說在這裏呢 已經是一個 形成一個的橫行區 而底也有支持 如果升穿這個11元呢 這裏呢 最高位那裏 你可以看上面那裏 有一個人問 中鐵建 就是186元 中鐵建呢 你猜不到 它基本上呢 是調整了一整兩年了 應該調整到兩年的時候 到這裏呢 似乎 這個周線圖 是有打滑行的跡象 6厘式 兩倍市盈率 嘩 你去哪裏 那起點呢 它稍為上了一點 我覺得呢 可以等5.2級了 5.2是什麼呢 這個位 這個保力加通道上族 我想它們先突破了 突破了之後 希望 為什麼呢 因為它們有一個是握頸的形態 當然那個握頸的形態 如果突破的話 起碼 在周線圖上面 你可能會升四個星期 至三個星期 日線圖上面呢 可以升到十幾二十天 這樣才有肉食的 是不是 再跟著 二三二八 一隻是已經被人 差不多遺忘了的保險固 為什麼會被人遺忘呢 原因 它的調整 是五年那麼長 有五年調整 一直跌 跌足五年 到最近 5.1這裡 有到一個低位 開始反彈 這是周線圖 既然你的低位 開始反彈上來的話 我覺得 後面就多好看 可以 為什麼呢 五倍市盈率 百利息 怎麼都好吧 低位五個一 現在去到 第六個半左右 我覺得 都可以考慮 這個地方 嚴格吸納一下 希望它這個調整 因為這個是日線圖來的 如果它在這裏的話 希望可以這樣 回復回這樣的情況 這個走勢 這樣上來 然後後面有幾排 升上去 如果是這樣的話 它可以在這點 覺得 現在吸納一下 這樣吧 搏搏搏 始終 賣股票這時候搏搏搏 現在沒有什麼 好做 事情淡靜 這樣倒一下 搏搏 可以這樣 希望就可以這樣 躲上去 躲上去的時候 那就好 所以看著去指示位 有朋友問京東健康 上市沒多久而已 所以在周線圖上面都沒什麼都看 不過你看得到 它已經升上去之後 現在下回來 基本上去到上市的周的價格 在日線圖上面兩個月 它開始已經是離開保力加通道 底部開始向這裏進發 似乎是有機會可以再挑戰中族 這個如果真是挑戰中族的話 我想覺得現在可以大致上去到110元左右 大致上還有1元多左右等它下回來 上面都看了115元左右 這就是京東健康小時的 就是這樣了 看得到比較明顯的小時圖來講 是在橫整固著 今天要推介的是中興通訊 原因很簡單 因為它說業績好了 會預期 如果預期好的話 我們相信它 所以今天的資金流入都比較多的 在周線圖上面呢 周線圖上面呢 這個就升上來了 升上上保力加通道的中族 在日線圖上面呢 一個是裂口就跳升起中族 上面這裏 因此呢 我們應該要做的就是說 上面就看它 破這個保力加通道頂 下面呢 希望它守著一個中族 然後就可以好一點點了 那麼現在中族呢 目前是20元08毫子 所以止蝕位呢 就是去20元05毫子 跌穿了之後 它會落回來這個下面 那個下族那方面的 那麼又不需要跟它捱啊 等它現在看回之後 你好一點才會再買的 暫時它說它的盈利好一點 那麼今天股價又有所表現 所以今天追上去的話呢 就要有一點點呢 就要留心一點點 那麼你一定要再升破才好 還有現在22.1 那麼現在就是要升 升高過這個價格才可以好 那麼為什麼呢 這個呢就是它今天的最高位 22.5 你升上那個之後呢 那就比較上面呢 就是說肯定的確實去買 如果不是的話就比較有一點點困難了 好 這個就是日線兩個月圖 這個是之前這10天 推介那個股票的表現 那麼大致上呢 就推介了54隻 那麼輸了11隻 暫時有進漲的就是43隻 總共呢就是260% 那麼這些是過往10天 回答讀者提問的股票 那麼如果你有些股票 我回答不到你的 你去這裡看看 找不找到你又想要知道的股票 參考我的價錢 今天就這麼多了 多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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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